本节视频我们来讲解多功能按钮步进按钮 单选按钮以及滑快模拟量的开关 多功能的按钮可以将多个事件成功的聚集在一起 当触发该按钮的时候所有的功能都会被触发 我们现在来添加两个功能按钮 如果是置微线圈的话可以设置它置位的一个地址 画面跳转的话可以设置它跳转的画面序号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复位线圈的多功能按钮 复位线圈的按钮的设置的地址需要跟刚刚置位的地址一致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地址 现在我们来创建一个位置是灯来见识它置位以及复位的一个地址 另外在设置一个数据输入的按钮 来检视刚刚刚设置的一个数据地址 在这边的顶部下来投入的一项 就是在那边的小鞋下方的一项 在这边的产生里面的一个小鞋下方 在那边的地址上 一项目的按钮 现在我们来添加一个布镜按钮 布镜按钮的总状态数都是可以自行设定的 以及它是从它的一个顺序 布镜按钮可以布镜显示多状态 也可以用文件或者图片来显示 可以选择图片或者是文件图片 每点击一次该空间则它会显示一位一次 单选的按钮同样我们也是需要设置一个状态数 然后状态的顺序也是可以自行选择的 要选择对应的一个地址 我们在对应的地址上写入它的一个数值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一个对应的状态好 单选按钮与布镜按钮的区别 也就是单选的按钮是不可以自动循环的 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个滑块模拟量开关 实际操作的一个滑块模拟量会改变它的一个 计存器的一个数值 最小跟最大值都是可以自行设定的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理线模拟看一下它的一个实验效果 我们在这个数值处写入不同的数值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状态显现 同样我们滑动它的一个模拟量开关 这个数值也会有不同的显现 多功能按钮1可以置位它的一个地址 以及可以跳转到画面 多功能按钮2只可以复位它的一个地址 此ion 50 20 21 00 21 21 00